HELLO 大家好 我是Hindy 我想拍這類型的紙蝦影片很久了 開箱公關品 最近因為轉季又近聖誕節 很多品牌都會推出新產品 我很榮幸這星期收到一些公關品 很想跟大家一起開箱和聊聊天 由這一盒開始 它來自Sephora 我本身就是Sephora他們的忠實故鄉 我是Mamber 然後裡面有三個Skin Care 牌子 這個我是沒用過的 不知道是不是新進品牌 叫Dr.Dennis Gloss 我手上有他們的Dewy Deep Cream 有一個Oil Free Radiant Moisturizer 還有這個就是Firm and Bright Eye Treatment 它的包裝很鮮明 是南瓜橙色 其實大家會不會好奇關於收到公關品是怎樣的 例如這份除了產品之外 我會收到Sephora的Greetings 然後產品的簡介 都蠻詳細的 上面寫了產品的特性 有什麼功效 我就可以更加了解產品 如果用完喜歡的話 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都會多些資料 謝謝 謝謝Sephora 然後下一份就開這個 是來自M's Skin 有這個The Light Moisturizer 還有另外這個是The Rich Moisturizer 它的粉紅色顏色很漂亮 我研究了很久 這個Rich Moisturizer 是不是深色過Light Moisturizer 一點點 大家在畫面看的時候 有沒有分別 本來以為是分日雙晚雙 原來是分肌膚的 Light Moisturizer 就是油肌、混合肌、Rigid Moisturizer 是給乾肌和成熟肌 不過兩個我都會試一下質地 之後用的感受 大家可以等待補充 到下一個 就是這包 Zoom 37 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公關品 都是觀眾帶給我的吸引力法質 因為上個月 有幾位觀眾都問我 有沒有用過這個品牌 然後推介我 甚至有一位觀眾 是送了幾塊面膜給我試的 然後這個月我剛好收到他們邀請 問我有沒有興趣去試他們的產品 這個是最近新出的 叫做奇蹟活烤機密淨膚精華棉 然後這兩個都是泡泡面膜 黑色是深層淨化黑碳泡面膜 還有白色是亮白深層淨化泡泡面膜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了 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有觀眾問我什麼品牌 然後我自己有興趣去試什麼品牌 想買什麼產品 但是我覺得他們會有這種機會 找到我的時候 是大家帶給我的一個吸引力法質 所以我要多謝除了品牌之外 就是多謝螢幕上的觀眾 問過我東西的觀眾 然後支持我的觀眾 我都是很感激的 每次打開Drunk Elephant的公關品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它的色彩很繽紛 裡面會有它最新出的一個眼霜 他們的產品跟盒一樣都是很色彩的 這次的眼霜是紫色的 裡面還有這一盒是什麼來的呢 讓我打開它 先看看 和大家一起開箱 這個我都沒有打開過 咦 沒什麼東西的 好像開的那些手袋一樣 這麼多塵 嘩 嘩 嘩 裡面是一塊鏡子 它是箱面的 嘩 這邊是放大 嘩 這次新出的明貌修護眼霜 是歷來最豐潤之樣的 嘩 那就適合我了 因為最近我眼底又開始乾 可以試試它 我想說 其實收工關品和去活動 是令我更加去認識一個品牌 因為以前我也有用Drunk Elephant的產品 我就這樣擠 就這樣塗 但是自從去了一次他們的活動 我才知道原來他們的產品 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用的 他們的霜霜這樣擠出來 原來是上面可以擠了一個 然後再去噴一個霜霜 然後再去噴一個霜霜 去做一個Skin Smoothie 對啦 總之自己去混合想要的效果 想要的產品 他們全部都可以混合 是非常之特別的 對啦 開完Drunk Elephant之後 就到下一個了好不好 哇 這個是超級想開 又是我非常興奮的一個品牌 Hourglass 我是第一次收到的 大家會看到 有時候公關品就會貼著我的名字 Dottie Heidi 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Hello Dottie 我經常都很想說我是Heidi 然後我又不好意思 所以我多了一個英文名字 叫做Dottie 好漂亮呀 大家看看我尖叫的原因 好可愛呀 這個大品牌 還有它另一個是蝴蝶 應該是他們這次 可能是Christmas的collection 叫做Lighting Added Unlocked 就是這兩個 它們都是六格的 因為我在後面 看到它寫了1 2 3 4 5 6 打開它 它是磁力那種 讓大家看看 這個是有他們的肥牛花 開工關品 是不是不應該說這些字 另外大品牌 這個應該適合我 它的顏色一看就知道 是健康膚色 非常友好的 還有這裏兩支唇膏 這個我有一點興趣想試色 它好像真的融的巧克力 它在下面這裏 流出來一點 然後畫在手上 它真的好像煮食 然後有個牛油在煎鍋裡 那種融的感覺 這個顏色 兩個都很漂亮呀 它是超級油潤有光澤的 原本唇膏是塗了一些比較霧面的 現在呢 馬上有一個光澤 先說另一個顏色 它是非常非常秋冬的感覺 這個色號是180 塗完之後呢 我覺得有微微的薄荷感 但是又不是很肯定 大家有沒有用過這個系列 是不是還是會有點涼涼的 對啦 那公關品呢 其實就不會規範我們怎樣去分享 或者一定要分享的 通常你會看到我出IG story 因為別人送禮物給我 我也覺得是一個禮貌 要多謝一個品牌 但是呢 如果是我真的用完喜歡的話 才會詳細再跟大家介紹 或者你們看到我收到 想知道它的評價的話 通常都會DN告訴我 那我就會去試 那你也知道 因為我收到很多很多產品 是主要怎樣排 第一呢 一定是會合作的品牌 就是可能他們問了我去合作 那我就要試了產品 才不喜歡才去決定 那我就會去試一段日子 然後第二個呢 就會是大家 最多人問 想問到很高 我自己很有興趣的產品 產品 產品 都會排到很高 然後其他呢 就會因應自己的季節 心情 當時的情況 需要用什麼產品 就選票這樣選 到這兩盒 我會說他們不是公關品 因為上次呢 我去翁美做Body Massage的時候 他們送給我 說是生日禮物 多謝 它是一支用來眉胸的產品 是用來封胸還是堅挺的 是英國製造的 另外這一盒呢 是一個 Neutering Female Tonic Oil 喔 喔 sorry 我真的沒開過 不知道裡面有一張紙 裡面是有 十支的油 就是可以用來舒緩經痛的 然後可以平衡賀爾蒙 這個很棒 這個我可以試一下 這些安平狀呢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因為是可以保鮮 然後什麼時候 喜歡用就用 所以很多皮膚治療 是安平狀呢 我都喜歡的 耶 多謝 這個 挺有趣 對了 然後之後 應該差不多 再有一件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收到 紀龍給我的兩瓶 EXO醬 大家記不記得 應該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跟大家推介過的 之後呢 沒理由經常重複 重複又重複 然後 她最近跟我說 我收到她的訊息 就說 多謝我推介她的EXO醬 在她人生的低潮的時候 我的支持令她很感動之旅 對 聽完我也覺得很感動 還有呢 原來這個食譜 是她公公小時候做的一個EXO醬 然後她記了味道 然後現在重複還原回公公的味道出來 我真心是覺得很好吃 她記了兩支 多謝我呢 我也很多謝她 對了 有時候 公關品呢 不是大家想 哇 不停收到啊 收到啊 之後就放在一旁邊 很多不同的故事 之後那種開心呢 是 我不知道 這條片突然到最後 很感慨 她說是因為我介紹 令到更加多人去認識她 之後我也覺得自己 原來拍的影片不是太廢 我經常都很自責自己拍的影片 又是開箱又是買東西 很廢 之後有時候 大家給我的一些回應 一些留言 或者跟我談心事的時候 令我覺得個人有一點點作為 是令我拍片拍得有一點點的意義 而令我有那個動力 有那個堅持在這裡 哎呀 為什麼一開公關品都可以開到這麼感性 我不會在公關品開箱的時候做的 因為這些禮物呢 我很想是品牌送給我 我自己去用 用完review給大家做一個回饋 多過他們送完給我 然後我就馬上送給大家 所以禮物不會少的 接下來我會買禮物給大家 對 好用的產品 我用完之後喜歡 我會寧願支持品牌 買他們的產品給大家 還有我會去旅行 對 11月中我會去韓國旅行 我會在IG那裡出一個story 給大家許願想要什麼禮物呢 我去到韓國的時候 就可以去幫大家手拿回來 做一個大型的giveaway好不好 還有IG又快要上17k了 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支持 可以回饋大家對我的支持 因為是你們令到我去有一個能力 有一個存在 然後公關或者品牌 看到我給我一些公關品去使用 是非常感激觀眾對我的愛戴的 所以所有的愛 我都會盡力回饋給大家 好 今天的開箱聊天 講廢話時段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訂閱我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發布兩條新片 從星期六到星 和星期日到12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Chopper 你不要吹我 我要好好結束 每次結束的時候 旁邊的腳步聲就是chopper 他聽到我說的結尾就會跑過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